開始喔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在自己家裡面 我們家 這一台車 因為之前有安裝幾台的影片分享 也有在社團裡面分享 但是今天 上次好像是在社團裡面分享 今天開在自己家裡面 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 這台車比較特別 這台車大概兩千多公斤 它是一個Volvo 大型的休旅車 七人座的休旅車 XC90 經理剛好也有一個好朋友 之前也是開這台車的一個 一個車友 所以 車友們也要幫我們介紹 當然很謝謝大家的介紹 那這台車 其實 今天的車主是很專業的 因為對 有很長的一個 玩車的資歷 而且對這台車的結構 是非常非常了解 經理還很謝謝車友們 跟我們分享這些經驗 車主的話也有告訴經理 這個後面的阻泥筒 為什麼這一支 會要報價兩萬多塊錢 是因為它有一些特殊的專利 它在行駛之後 會有 裡面有一個獨特的閥門 會把車高 會幫它升高 所以 它的後面的阻泥筒 舒適 但是 有特別的功能 可是 單價的話 比較高一點點 這個是 就是 XC90後方特別特別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設計的話 也只有 這個品牌 這個也是歐洲的大廠 Sachis 應該 我猜啦 經理猜應該是它獨家的一個專利 有給VOVO這個車系 來做使用 車主說 其他的像是 相同底盤的一個車系 也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這個都是很特別的一個專利設計 但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的單價有點高 可是 平良心講 它的耐用度的話 相當的不錯 因為 一般來說 車友他覺得 用到壞掉 大概都有辦法撐到15萬公里之後 所以它的品質 跟整體的是不錯 那唯一的就是因為 車領有點久了 那要再花那麼多錢 去維修這個底盤的話 可能不太划算 所以今天車主選擇的部分是 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它的後方結構 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是 它不是多連桿的雙A懸吊系統 但是它的避震器是放這樣子的 是放在彈簧 是框在避震器的外圓 所以它的結構比較特別 那改成KT之後 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是12公斤 改成直捲式的彈簧 然後再做一個轉接蓋 所以啊 如果有拿這台車來大幅合重的話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 也還可以再往上升 只是那 假設升到13公斤 載重能力一定比較高 可是當空載的時候 它的彈跳感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所以12公斤是一個 當滿載跟空載 都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平衡點的一個公斤數選擇 那前面的避震器 可以看到上座已經不見了 上座的話 因為這台車它的上座形式很特別 不只是有斜度 而且它的上座是有一個 有弧度的 所以我們上座的話 就選擇沿用原廠的上座 連彈簧上方的這個內進 這個內進的話 都是做的跟原廠一樣的 這個內進大小 都是可以直接合上原廠的上座 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好了 前面的已經裝好了 基本上這台車整體的外觀也好 底盤件也好 還有引擎變護箱 車友因為對這台車很了解 所以這台車保養跟照顧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個是經理剛剛提到過的上座 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如果從這個角度拍過來的話 應該可以看到它是 就是由外往內斜 而且這樣的角度是看不出來 它是有一個弧度的 所以當做改裝變性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有 我們如果做這個上座 就比較容易有會有硬硬的狀況 所以像這樣形式的話 是我們少數車種裡面 選擇來沿用原廠上座的版本 所以它的上座的話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發生過 車友是開了很久 它的上座已經壞掉 非常好穿出來 那這個車主的話 因為才沒多久之前才換上座 所以上座還有軸程的話 品項還非常非常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再繼續使用 沒有再定型的零件 那好像前一台車的車友 有告訴我們說 上座已經損壞了 所以我們就一併幫車友 在換避震器的時候一併太換 這個是上座的部分 那在上座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那這台車因為要拆 因為車重高 車重重啊 所以它的彈簧 前面的彈簧磅數也高 所以我們在拆 原廠避震器上座的時候 還蠻刺激的 因為要把它壓縮上座 然後才有辦法把它的上座 壓縮彈簧的時候 才有辦法把上座拆出來 所以在拆裝的時候 像這樣比較 棒數比較高的車重 也要特別小心一下 用彈簧壓縮器 壓縮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比較輕的車 有時候都會偷偷 像是Yaris Fit的話 我們有時候連壓縮器都不用壓縮 直接腳踩著 螺絲一打 稍微彈一下就可以 所以就比較快 但像這個車的話千萬不行 這個車的話 它的前面原廠的壓縮率很高 所以要特別留意 我們來看一下下方的部分 下方的話 這個結構還蠻簡單的 它的變性上面 連油管固定架都沒有 因為油管固定架 它就裸露在外面 當在轉向的時候 也不會跟車體 也不會跟變性做干涉 所以直接也不用原廠 但是ABS線就要啦 ABS線的話 一樣是坐在腳管的下方 這個的話 KT一樣有附一個專用的零件 離載串的話 直接沿用原廠的規格就好了 因為它離載串的固定點 沒有很高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固定點 直接沿用原廠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為了這台車所打造的專用的彈簧 它的上進 因為休旅車還蠻上方的 所以它的上進的話是在 在上方 這台車應該是我們大概都知道 這台是德國坦克 所以它的車重很重 前面的磅數的話也會比較高 像這樣沿用原廠上座的形式 就是前面的彈簧預載值 就是技師在安裝時候要特別留意的地方 因為我們把上座拆開 一般來說啦 KT都有附上座嘛 所以這個預載的話 工廠出廠的時候都已經預載好了 它是3mm 但像這個 它要沿用原廠上座的時候 有的技師呢 不會知道要怎麼去做預載 那其實很簡單 假設這條彈簧它的自由長度 是200mm 那我們在鎖 鎖下方這兩個托盤鎖上去的時候 就轉個兩圈 因為這個牙 一個間距一圈 是1.5mm 鎖了兩圈 就是壓縮3mm 所以這個壓縮3mm之後 下方這一個托盤 跟上方再做對鎖 就可以把預載值 設定到想要的位置了 再來就是調整車高了 像今天的車主要求是要比原廠 低2公分而已 並沒有很低 所以這個我們都很多不安裝的經驗了 翻一下之前安裝的data數據 就可以一次到位了 那前面的話 比較要留意的地方是 前面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麥花城的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的作動 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它避震器也會跟著做旋轉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比較容易會鬆脫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記得要把它翹緊 要把它懸緊 好 那換來介紹後面的齁 對了 前面車主的話 有要求到說 它前面希望 Camper 的角度 是大概-1度左右 也就是說盡量不吃胎 像今天剛好有一個例子 來我們來跟車友們 來分享一下好了 這個好像有掉胎 沒有沒有 有掉了 有掉胎了齁 掉胎的話 那你鏡頭不要動 我來用胎來前面齁 好 這個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狀況 經理剛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輪胎比較有一個異常磨耗的狀況 正常來說我們內側 這個是內側 內側跟外側它的磨耗會一致的 可是這裡內側磨耗的比較嚴重 這裡溝槽已經沒有了 但是這裡還有 所以它的輪胎的角度 Camper一定是比較大的 那為什麼這個原來是原廠車 也會有一個吃胎的狀況 正常來說會有兩個地方會有異常 第一個 通常啦 80% 都是它原廠的上座橡皮 已經老化了 所以它車高會降低 但車高降低之後 我們一般降幅 不是很多的話 不會去提早發現 但是它的車上座壞掉之後 它的Camper變趴 就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所以 定期吊胎啦 或者是定期的話 留意一下它輪胎磨耗的狀況 對輪胎的壽命都有正面的幫助 尤其是上座 那第二個部分是 底盤的基建 如果損壞的話 那也有可能 只是它的影響幅度會比較少一點點 包含下方的三角架 或者是其他零件 或者是 方向機鍋桿和上頭 如果有磨損的話 它不會造成輪胎內側的磨耗 是會有一個不規則的磨耗狀況 所以 底盤不同零件的損壞 就會有輪胎 壁場磨耗不同的狀況 好 這個扯得有點遠 但是這個跟避震器多少 有沾上一點邊吧 來我們後來介紹後面 所以今天車友要求的定位的角度 是可以藉由 KT避震器 它的兩顆下面仰角的固定點 上方這個偏心螺絲 可以來做CAMBER微幅的調整 那如果 要更大角度的話 那就可能要換成魚眼上座 才有辦法做大幅度的CAMBER改變 好 這個這樣太亮了 好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它的原廠的下方的內徑彈簧比較大一點 但是會改裝之後 就會改成是直捲式的彈簧 所以它的彈簧的話 體積算是變小了 那上方結構這樣介紹不到 可是它的上座 是有一個形式 這裡剛好有之前拆下來的 我們可以用這個圖來做解釋好了 剛好 這個是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避震器 它本來上部是有一個這個上座 所以這些零件都要沿用 但這些零件 這個是板金屬類的 所以它也不太會壞掉 所以我們在這個上座的下方 會有一個轉接座 轉接成一個 我們家的一個彈簧上蓋之後 就變成是一樣是一體式的結構 所以這個是XC90的後面 那這個是XC90的前面 前面的話一般會壞掉的 通常是8號的這個零件 8號的這個零件 它有一個橡皮 橡皮會跟鐵管會脫落 我看看有沒有這個零件 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這裡剛好有 這裡好像百寶箱 來這個是前面的8號的零件 8號的零件 壞掉的狀況不是軸層 大部分這個上座 它有橡皮 它有鐵管 通常是這個鐵管 跟橡皮它脫落 所以避震器的角度就會改變 那再不理它的話 它會整個都脫落 會穿出來避震器上方 所以這個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上座的話 如果理程度超過大概8萬公里 就建議在升級避震器的時候 一併把它拍換掉 不然下次用了一段時間 又換上座壞掉 又得要花一次拆裝的費用 跟定位的費用 所以不太划算 後方的阻尼調整 介紹得到嗎 避震器你拍了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看得到的話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師傅的話剛好在這邊 那我進來裡面 這個是第三排的座椅 這個是X790第三排 它的避震器 後方避震器的位置 是位置在第三排座椅的下方 跟日系車的位置有一點接近 所以它的避震器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你看都有一個 很厚的一個厚實的一個隔音材 這個是歐系車說真的 做得很紮實的地方 所以它的隔音自然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可以看到一顆螺絲 亮亮的地方 那個就是避震器上部 從這個地方來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調整完畢之後 還有這個蓋子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 有一點黏性的 這個算是製震電 都要再轉回去 所以主牛的調整 跟邊線拆裝也還不難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下回 你的姿勢非常的瞭人 很瞭人是不是 好 還有如果車友們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因為這台車其實 算是比較冷門的車系 所以經理就剛好有空檔 就開個直播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其實這樣的底盤懸吊系統 Volbo 其實它還有其他的車系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叫S70吧 還是80 忘記了 它的底盤架構 其實都大同小異 這個世代的 大概在零幾年 零幾年到 零九零八左右 大概十來年前 Volbo有大量的使用 這樣的底盤架構 所以一般來說 這樣的 以它的舒適度來說 都相當的不錯 那改裝之後 舒適度 也許啦 沒有辦法像原廠那麼好 但是 價格 會合理很多 而且 我們KT本身就是製造的工廠 也許有可能 你用了幾年之後 主牛有有劣化了 或者是做方程套啦 饅頭這些有破損的話 都是可以針對這些單一的零件 來做泰化 因為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我們這裡並不是 並不是 只有 輪胎或底盤店這一類的 所以 我們 也很希望 如果 像是我記得高雄在 大樹吧 也有一間專門做Volbo的車系 都很歡迎跟我們接切 那經理最近 也有 也有 車友說 問說 在安裝的時候 能不能指定經理施工 其實 有很多人 問經理這個問題 可是 經理只會解說 拆裝的話 還是要像我們師傅一樣 或者是很多的 專業的底盤店 才是比較專業的技師 經理是出一支水而已 OK 以上是今天的直播影片分享 那如果有 車友們有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 拜拜